咱们国家首次公开了国产第四代战机歼三腰胡鹰 这也成为了瞩目的焦点 有分析者认为 我国自行研制的歼三腰或者说歼二零战机 如果经过改进 很有可能会作为我国新一代的舰载战斗机 那么我国舰载四代机该怎么来选择呢 美军我们讲 它以新一代航母舰载隐形战斗机 舰载无人机 以它们搭配为主 进行打造的未来的海空战体系 现在我们看渐渐的成型了 那么咱们国家应该如何来应对 舰载机隐形时代的挑战 据新华社报道 11月3号 美国海军的下一代舰载战斗机F-35C 完成首次航母着舰测试 成功降落在圣叠戈外海的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 这被视作持续近17年的 F-35项目里程碑式的一部 这架参与测试的F-35C战斗机 隶属美国海军第101舰上战斗攻击机中队 美国海军在声明当中说 当天试飞当中 飞行员驾驶这架F-35C 用其尾勾勾住航母上的拦阻索 成功降落 作为全世界建造和使用航空母舰 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 美国海军一型舰载机 完成着舰 为何被各方关注 美国海军中将克里斯·波格丹透露 此轮着舰测试 将使得F-35C战斗机 有可能不用再从港口进入航母内部 也不再需要使用起重机将飞机吊上航母甲板 此轮测试预计将持续两周左右 到11月17号结束 而在过去的几年里 该机一直被拙舰阻拦钩的问题所困扰 在莱克赫斯特海航基地试验时 F-35C进行的八次挂钩企图全部失败 由于F-35C战斗机的设计方 洛克西德公司从来没有设计过舰载飞机 该机的拙舰部分设计存在严重的问题 和典型的舰载战斗机主起落架到尾沟接地点的距离相比 F-35C只有2.2米 不到FA-18亿战斗机的40% 这使得战斗机着剑时 阻拦锁被起落架压到地上来不及弹回 从而无法被尾沟及时勾住 随后洛克西德公司修改了阻拦钩的设计 但又遇到了尾沟强度不足的问题 经过重新设计后 问题才得以解决 这使得F-35C在航母上着剑的时间 推迟了近一年 成本也有所增加 分析认为 虽然F-35C不是外销型号 但它的成功着剑 对于F-35整个项目有利好作用 这首先意味着F-35 进入美国海军服役又近了一步 也使众多海外买家的信心有所增强 对于外销会有良性的促进 其次 美国海军是三军中F-35战斗机 采购意愿最低的军种 因此 如果这两架战斗机 在航母上的各项测试表现良好 将有助于改变海军高级官员 对F-35项目的看法 反之 美海军可能会更倾向于采购更多的 FA-18战斗机 我们讲说到美军的FA-18 这也是美国海军多年来所强调的 双发动机舰载机的一个可靠性 还有它的战场通过率 但是我们看F-35 这是一个单发动机的战机 而上一次 美国海军说选择舰载机是单发的 要追溯到1950年代 那么现如今 美国海军再次来尝试 单发战机来上舰 虽然我们讲 有这种发动机技术可靠性上升的因素 但是降低操作成本恐怕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了 在前一天成功完成首次着舰之后 美海军F-35C舰载战斗机 成功在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上 完成了弹射起飞试验 这标志着该型号战斗机 已经具备了航母起降的能力 F-35C的登场 意味着美国海军航空兵进入引擎时代 分析称 凭借突出的机动能力和引擎能力 该机足以使未来海上及空中的战斗 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美军舰载机将会轻易地突破敌方的防空系统 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 精确打击地面或海上目标 即便对方派出飞机拦截 F-35C也能够凭借隐形能力快速接敌 抢在对方察觉前 发射超视距导弹将其消灭 美国海军舰载机更新换代的计划由来已久 早在2004年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正式共同执行战术航空集成计划 其核心内容是让部队换装最新型的 F-18EF超级大黄蜂和F-35C战斗机 经过调查之后 美国海军航母将不再使用专门执行单一任务的飞机 航母上将只搭载F-18EF和F-35C两型作战飞机 战斗机与侦察机合并 采用战斗机挂载侦察吊舱 一个架次完成两种任务 作战飞机与保障飞机同样合并 由F-18兼坐加油机 并研制EA-18G电子战飞机 在未来的短期内 美国海军将新增22个F-18EF中队 18个F-35C中队和10个EA-18G中队 到2020年美国海军舰载战斗攻击机 将只保留F-35C和F-18EF 然而F-18EF作为过渡机型 最终也将被F-35C替代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F-35C毕竟是新一代作战飞机 带着许多设计的理念 战术技术指标 都和美国现在的舰载机 F-18EF这种机型的战斗机 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直到2018年 F-35C也未必能够实现上舰部署 即使上了舰也是少量部署 美国海军舰载机更新换代 道路还很漫长 另外美国去年底下水的福特级航母 预计最快会在2015年时开始服役 并规划在2058年之前 建造10艘同机舰 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新骨干 福特级的隐形性极为优异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海军第一代具有 隐形能力的战斗机F-35C 肯定会登上福特级航母 毫无疑问 美海军航母和航空兵都进入了隐形时代 意味着它从海上发动的攻击将更加灵力 这也将变相促进那些不能从美国购买 隐形战机的国家 加速开发自己的新一代空中武器 确实我们讲在美军的F-35C成功着舰 可以说开启舰载四代机时代之际 关于咱们国家未来海军舰载机的讨论 我们看也是越来越热烈 一般来说专门发展一种四代舰载机 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 幸亏咱们国家目前正在研发 有两款四代机 歼20歼31 所以无疑这两款战机 都是未来舰载机的一个重要选项 那目前我们都知道 歼31正式亮相于珠海航展了 那么它的参展究竟透露出了哪些信息呢 参展的歼31全身涂满黑色 唯一等多处涂有胡鹰图案 歼31在天空中高空横滚 斜金斗翻转 低飞盘旋 伸手矫健 很多观众都大呼过瘾 不过也有军民们发现 歼31并没有更换 会影响到引擎效果的发动机 这也意味着目前歼31还处于测试阶段 分析认为 由于歼31最初并不是军方立项的产品 而是航空企业自主投资研发 此次参与珠海航展寻求外贸出口机会的意味浓厚 尽管中国之前也推出过一系列的军贸产品 但是推出战机的机型和当时国际上的先进战机 有一代或者两代的差距 还没有卖出过和世界最先进战机同代的战机 如果最终歼31得到军方的认可 并在国际军贸市场有所斩获的话 无疑走出了一条新路 军事专家普遍认为 歼31战斗机虽然尚未获得中国军方的订单 但并不能够完全排除 未来成为中国下一代航母舰载机的可能性 歼31不仅重量较轻 还采用了空军战机上非常少舰 通常更与海军舰载战斗机的双前轮起路架设计 连美国连线杂志都曾经称 显然中国这款引擎战机是为航母准备的 歼31较小的机体也可使中国海军在目前受限于 没有大型航母的条件下提高航母的载机数量 其双发设计布局也可满足海军对安全性的要求 对于军迷最看重的载油和作战半径 有专家表示 舰载机其实不必太纠结于能飞多远 1944年6月 在太平洋战争的马里亚纳海战当中 日本海军机动部队的舰载机航程远长于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 而且日军还采用了最大程度发挥长航程优势的穿梭轰炸战术 但结局却使日军惨败 进攻的日本舰载机被美军战斗机一边倒的屠杀 留下了马里亚纳火机大练杀的纪录 不同于坐标固定的陆基机场 航母是一个移动的基地 行踪不定 进攻时可以靠近敌人 放出飞机之后可以后撤躲避 因此内部燃油够用就行 美国三代机中的舰载机 无论F-14还是FA-18都并不拥有超长的航程 FA-18的内油更是少的可怜 碎行任务时经常要挂四个副油箱 我们讲歼三腰它的亮相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关注 而歼二十的出现我们讲 被人们誉为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巅峰之作 那么歼二十究竟都有哪些特点呢 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 11月3号一期发表题为 歼二零引擎战机的设计特点 是兼顾速度和敏捷度的文章称 成都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的歼二零引擎战机 可谓是中国航空工业界的巅峰之作 有分析认为 对于歼三腰与歼二零 谁最有可能成为中国下一代舰载机的讨论 一直是众说纷纭 有猜测认为 对舰载机而言 比较轻的中型战斗机 类似歼三腰 相对于重型战斗机 类似于歼二零 可能有着一定的数量优势 即同一艘航母 可以搭载更多比较轻的舰载机 但这种优势也不是绝对的 还需要看航母平台 比较同为超级航母时代的 美国弗特莱特级和尼米兹级 前者载机超过一百架 后者不过八十架 军事专家指出 美国海军每一代的主力舰载战斗机 都是根据弹射器的最大弹射能力 和阻拦锁的最大阻拦能力而发展的 每一代战斗机 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重型化过程当中 美国海军就是力证 F-35C空重达到了15.7吨 最大起分重量达到了32,700千克 这反映了美国海军舰载战斗机 不断增重的过程 美国海军甚至谋求过 F-22重型战斗机的舰载型号 1988年年底 海军的NATF项目办公室 在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正式成立 开始评估F-22的舰载型号 F-22N作为F-14的替代品 成为海军下一代的舰载机 其后通过评估发现 F-22N的最低飞行速度过高 非常不利于着舰作业 另外飞机在位上舰而进行了结构加固 增加着舰钩以及增强起落架等改造之后 其重量将会比陆机版的增加30% 这显然超过了海军的要求 NATF计划才被迫中止 我们都知道 美国最近这几年制定了亚太再平衡战略 那么基于这种战略考量 美军已经计划把他的F-35 靠前布置到驻日的美军基地 而且他不断的鼓励这些亚太盟国 都来购买F-35战机 那么我们讲 在不久的将来 F-35是否会云集在我国周围 给我国带来新的挑战 我国右哥如何的升级这种防空体系 来应对隐形的海空战的威胁 按照美军新的时间表 F-35B将从2015年12月进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式服役 F-35A将从2016年12月正式加入美国空军服役 F-35C将从2019年2月正式加入美国海军服役 值得注意的是 美军公开声称将在日本加首纳基地部署54架F-35A 而亚太已经或可能采购F-35的国家和地区 几乎都环绕在中国周围 目前澳大利亚已经订购了72架F-35A 日本首批订购了42架F-35A 韩国也已经确定首批订购40架F-35A 而且计划交付时间全部设定在2018到2021年 也就是说在数年之后 中国周边将迅速出现208架F-35A 此外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还都有急需采购F-35A的计划 三国新的采购总数不低于150架 如果新加坡未来决定采购F-35A的话 则未来围绕在中国周边的F-35A总数将会增加到400架以上 此外 到2025年 美国海军还将在亚洲维持3到4个航母战斗群和近200架战斗机 其中 引擎战机F-35C超过70架 不准引擎多用途的F-18EF超级大黄蜂 数量超过百架 无形成高低搭配的舰载战斗机组合 将大幅提升美军舰载机部队的战力 显而易见 这将给亚太的安全格局带来重大影响 比如F-35携带的精确制导武器射程较远 可在大多数防空导弹射程之外投射武器 由此可见 隐形加远程基载武器 使得F-35的突放能力和生存能力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 具备了攻击目标国防空严密的要害地带的能力 而在面对他国三代机拦截时 F-35出色的隐形性能将让绝大多数三代机装备的 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有效探测距离减少40到50公里 即使三代机得到预警机的支持 也只能够将有效的探测距离提高到100公里左右 令他国战机的预警拦截陷入被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未来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将更加强要防区外打击的理念 航母上主要将部署F-35C和X-47B 有人和无人两种隐形战机配合使用 既由F-35C装备空对空导弹执行制空任务 让X-47B充当专用的投弹战机和隐形侦察机 比如福特级航母自身价值137亿美元 再加上舰载机及其护航编队总数达数百亿美元 美军将不会把这样昂贵的宝贝疙瘩 部署到充满变数的海域去冒险 美国福特级航母编队将主要使用作战半径 达2000公里的X-47B查打一体无人机 它通过空中加油可达4000公里以上 先期进行长航时的侦察 一旦发现攻击目标 并且实施打击 而舰上搭载的F-35C舰戴机将与之配合 专职制空或实施追加打击 中国在2006年和2009年分别公开了两款无源探测雷达 分别是YLC-20和DWL-002 这标志着中国在反引擎战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 例如由中国某研究所研制的DWL-002无源探测雷达 最大的作用距离可达500公里 并且具有很高的定位精度 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反引擎雷达之一 在2009年第五届世界雷达博览会上 该雷达的实物照片首次公布震惊了业内专家 一直传闻多年的反引擎哨兵终于亮相 甚至有分析指 美国的F-22战斗机 以及欧洲的神经元无人驾驶战斗机 在中国新型的DWL-002雷达面前已经过时了 与地面雷达相似 预警机现在也朝着反引擎探测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